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 我打算出一次门 去宁波见一个朋友 可我怕法币在有些日转区不认 贵军发的钱我又怕在国统区不认 去宁波见什么朋友 大聪啊 我去的是凤化西口 西口 去西口见什么人 这母子子孝 当然是去见孝子了 不久之后呢 就是自母的生日 我也得准备点宝礼见面不是 大多先生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 王丧 认识蒋孝子 少时有几面之缘 王丧 很坦诚啊 在大佐这么聪明的人面前撒谎了 那么 后裔也去吧 后裔 谁的后裔 王丧 你和陆先生换美元 为什么一定要选在恒山宾馆呢 是这样 陆先生约我在那见面的 主要是为了一举两得 一来 他有别的朋友要见 二来呢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想要拜托我 怎么又变成了他拜托你 这个事情说来啊 还是因为我和大佐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大佐 这外界先的盛传 我已经投靠了你们日本人 并且与大佐是默逆之交 在上海那是呼风唤雨 你无所不能了 所以呢 陆先生想要拜托我 把他一张存单里的一笔钱 给送出去 说来说来说去 后裔的下线竟然是我了 王桑 玩笑开大了 大佐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在您面前撒谎 那可不是明智之许 再说了 您瞧瞧 我现在身陷淋雨 哪还有什么心情开玩笑啊 好吧 你的朋友托你 通过我的关系把钱送出去 可以理解 不过他为什么不等拿到存单 再找你 而是要约你去 现象还生的横山宾馆呢 大佐 除了您安排的 日本军队之外 还有谁知道那儿 现象还生啊 只是可惜啊 可惜存单是假的 可惜我的朋友 死在了贵君的墙下 大佐先生 和生命相比 这钱算个什么东西啊 看这形势 美智子小姐是谢莫杀驴来了 今天的行动 死了那么多优秀的勇士 你告诉我 后裔是怎么提前知道消息的 你没有抓到后裔 怀疑我谢了你 不然呢 我想不出其他的原因 就像后裔不知道我的存在一样 其实他在上海 也一定有你我不知道的帮手 你是说有内奸吗 内奸倒不见得 但是我记得我提醒过你 后裔很厉害 千万不能轻敌 否则很容易失败 看来 美智子小姐 是想做我们古代的袁绍啊 你什么意思 美智子小姐 对中华文化研究很深 一定看过三国演义吧 我看过 但跟杀不杀你有什么关系吗 三国演义里头 有一个著名的战役 叫关渡之战 战役之前 袁绍有一个谋士叫田峰 他提醒袁绍说 曹操很厉害 千万不能轻敌 否则很难赢 袁绍听了很生气 当时就把这个 说丧气话的谋士 给抓了起来 结果这场战役 他果然输了 大家庆贺田峰 说他预言成真 一定时来运转了 但是 只有田峰他自己知道 他大献一道 因为恼羞成怒的袁绍 必然会杀了这个 预言自己失败的先知 你自比田峰 把我比作心胸狭隘的袁绍 枪都顶在我脑壳上了 难道你还会觉得我 把你想象成曹操吗 好 既然美智子不枪毙我 那我就得向你证明 我尚且还有那么一点 被利用的价值 我来给自己 报一个保命的价 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的身份还没有暴露 因为我仍然能够 接到他们的电台 当然 你可以一枪把我崩了 那多解气啊 但是 没有我的密码 这电台对你来说 一文不值 另外 我对南洋 还有后裔的了解 没有第二个人 能够比得上 所以 我要是你 就继续留着我这条狗命 好 你的命先存在我这 但是我想让你 尽快证实你的价值 放心吧 既然报了价 就想尽快地把这个 卖出去 其实 我比你更急着弄死后裔 秦海东 你这个衣冠禽兽 我不仅要弄死你 我还要让你 身败名裂 什么 你们组织让我们原地等 他们想办法救援 电文里是这么指示的 那你怎么想 当然是服送组专排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让大佐很感兴趣吗 我不知道 汪桑 竟然还有这么硬的关系 居然 能让严谨领事 亲自传话讲经 这不奇怪啊 大佐 人谁那个三亲六故啊 我生于私 长于私 总不至于 只有大佐 你一个朋友吧 不过 严谨领事的条件 和我一样 如果汪桑 答应 去编语局上班 那么 你出现在 你出现在恒闪宾馆的事情 我们既往不咎 如果不答应 想从这里轻松地出去 恐怕不太容易 可以我对严谨公管的了解 应该不只是开条件那么简单吧 这么说吧 一旦 我从这儿走了出去 那就坐实了 与你们合作的名声 回头呢 你们在利用媒体的压力 我这汉奸是不想做都不行了 我说得对吗 那么 王桑 你打算如何选择呢 大佐先生 事关明鉴 我得好好想想 没有问题 给你一个晚上 不过 王桑 我希望明天 是一个让大家高兴的日子 李翟 走了 快走 快走 快去 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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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翠 大哥来了 听说是大小姐的事 大哥连晚饭都没吃 直接从宁波杀了过来 来 那笔巨款到底是怎么回事 进来 大哥再说 走 大哥 你怎么亲自来了 来了也不说一声 我好去接您 自个儿就上门了 这个歌舞厅经营的还不错吗 老三 有大哥为名照着 经营没有问题啊 大哥 我老想回宁波了 想大哥 想兄弟们呢 你瞧你 就是不忘做演员梦 真是亲父女俩啊 大哥你才怎么着 大小姐与萌 见我的第一句话 也是这么说的 不提那个不孝女 存单的事查得怎么样 存单本身没有问题 只是这件事恐怕 要牵扯到您的女婿 什么 大哥 您坐 先坐 在国外 真学本是有长进的 怎么些年连亲爹都不见 居然背着我 还架了出去 这还有规矩吗 看来在她的眼里 真没把我这个亲爹 放在心上啊 大哥 我已经查清楚了 大小姐和您的女婿 三年前就回来了 您的女婿叫秦海东 在花旗银行上班 大小姐自己开了一个 叫凤凰的车行 别给我闭嘴 大哥息怒 要不先听听那笔巨款 是怎么回事 大哥 这张存单的开户人 是一个叫马强华的 我查过了 这个人几年前就去了美国 是有人冒名开的户 最重要的是 这张存单是从一张现金支票 转入的 那张现金支票的收款人 叫柳俊逸 但这个人几天前 就已经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 报纸上说是仇家寻仇 还牵着出日本人和一个叫后裔的 那这跟秦海东有什么关系 大哥 问题就出在了这儿 您看看 妈 我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你告诉我存单在哪儿 你相信我 做完这事咱们就离开上海 去过平安的日子好不好 存单不在我这儿 别开玩笑了 快告诉我存单在哪儿 在我这儿 在我这儿 你们是谁 小子 连我大哥都不认识 青龙慧 青龙慧 薛青山 他是我父亲 原来您就是宇萌的父亲 那我得叫您一声岳父 你叫谁岳父 当然是叫您了 你又是哪儿蹦出来的小兔崽子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叫岳父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你爹 你这个不孝之女 回来之后都不说去看看爹 你爹过来看看你难道不成吗 我过得怎么样 跟你有什么关系 行了 你已经看完了 赶紧走吧 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往哪儿走啊?跟这个男人走 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 或者称呼你后裔 别抢 别抢 都有 王先生 我身子虚弱 想请你解一步说话 请讲 我刚刚听了先生和日本人的嘴话 所谓只用双权 还是佩服 兄弟没有再来 葬家之权哪儿来的什么只用双权? 郭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能自保自己 请问您是 在下路回 有个消息 向请王先生带出去 如果我下了口眼 看错了痕迹 陆先生 陆先生要是愿意读一读的话 我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请讲 在上海有一帮南洋花侨 专门替中国军队秘密运速 从海外募集来的各种公司 你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对吧? 最近在租建里出现了几种人命 死的都是你们的人 而下手的是日本特高克 没错吧? 海头 真的是这样吗? 陆先生说的话我记下了 这样 你先好好休息 你 杨精蓄锐 等我们出去之后再需求 我要是打算出去 也不会把这么大的秘密 告诉你一个陌生人 来赌啊 陆先生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你真是个温暖的人 在我心里 我们家大小姐 要是找姑爷 就在找你这样 陆先生 你放心 你一定会见到你们家大小姐的 想好好休息 啊 虽然以往几次你都侥幸逃走了 但是你能够保证 你每次都那么幸运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 你还有什么能力 保护我的女儿 难道你让他一块跟你去送死吗 这张存单是你们南洋仇振自尽吧 我可以把他还给你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把萌萌让我带走 难道你觉得你比我更有能力保护他的安全吗 你 我跟你走 萌萌 海东 我知道这笔仇振款对你很重要 这张支票是我偷偷拿走的 我也有责任把它拿回来 萌萌 你别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跟你走 但是我要先跟海东把支票送走 然后再跟你回家 萌萌 滯萌 往萌萌 这个夜晚太漫长了 我在等待你的回答 夜来我听风吹雨 铁马兵河 出梦来呀 王藌在梦里 依旧是沙发之事 难道王藏不肯选择严谨领事 所指的名录 杀法四起 这刘雪的 终究还是我们的同胞 我不杀博人 可博人呢 这因我而死 我现在是理解 汪正明先生的苦心了 爸 让我们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吧 梁秦择目而期 王丧 肯为民族大义牺牲民间 佩服 但是大总 我有一个要求 请讲 我去编译局工作 只做翻译工作 不设战事 不伤同胞 当然 另外 大总 没有伤害我那些学生吧 如果王丧 今天不肯走出这扇门 那么你的学生肯定不得安宁 不过现在 他们可以接着 安心地下棋了 多谢 用我的专车 送王丧回骑射 另外 同志梅至子 撤掉布控在清竹骑射的人手 好 王丧 王丧 大哥 我是觉得吧 以大小姐的脾气 那是推着不走 打着倒退啊 咱们要是非棒打鸳鸯 弄不好又把他们打到一块去了 还得让他自己看到 跟着这小子有多危险 他才有可能会隐转移 你说是不是大哥 你们俩眼下呀 没看见那天 我接的小子老底的事 他目露凶光 咱们七八个人在这 那小子一言不合就想动手 这不是一般的人呢 你还别说 就他这胆识 我还真有点喜欢 大小姐的眼光 那错不了 不是 大哥 那咱们还拆不拆他们呀 拆啊 当然得拆啊 我怎么能让我闺女 跟着一个亡命徒 在上海谈私婚 队长 队长 你没受什么暧桥吧 任何人没有欺负你吧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担心了 昨天晚上 我给相机组织发报 相机让我不要进去包动 等待组织救援 结果咱们还真把你救出来了 这是真的 你终究还是做了罕奸 我说过了 知我罪我岂为淳穷 再说了 我只是去编译局做个翻译 顶多是没和日本人划清界限 罕奸谈不上吧 后裔的存单是假的 假存单 和后裔接头的人来头不小 并且是个串钱高手 我轻而听到他们说 秦先生 这存单是假的 并且日本人 现在也知道了这一点 假存单 会不会是后裔 串动日本人 把这个借座消息 故意放出来 用假存单做诱饵 帮我们一网打箭 这种可能性不大 如果存单是诱饵 日本人又势在必得 那存单的真假 就变得毫无意义 并且 从他们现场对话的语气判断 你再看看 后裔好像并不知道 这存单是假的 而且我按照你给小凡的指示 到了对面的楼层 那里果然埋伏着日本人 我就说队长神经妙算 队长还说 你日本人的性格 肯定会有举手埋伏 日本人呢 既然在宾馆里受了埋伏 那就一定也会在外面受害 对面的大楼 事业是最好的 他们一定会利用 而陆白 他不愿意等我 提示你们除掉狙击手之后 再出来 我跟后裔分手的那一天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拿了令牌的那个后裔 小心那武女 尽快回南洋吧 他是不是怀疑何小姐出卖了他 从他的立场角度想 舒瑶的嫌疑确实很大 不管他的立场角度 存单怎么变成假的了 真的呢 解铃换取戏铃人 所以说 现在只是找到后裔本人 让他自己来解决了 那这个后裔到底是不是叛徒 起码 他和日本人不是一伙的 高小姐和他并肩作战之后 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了 那天 他也到了对面的楼层 跟我一起杀了不少日本人 从这个情况看来 他跟日本人肯定不是一伙的 既然不是一伙的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后裔拿着假存单找到了陆白 目的是要骗陆白的钱 第二种可能 就是后裔的真存单被调包了 早知道 我真应该留住他 不该让他逃跑了 可惜啊 就凭咱们几个人的身手 没有人能留得住他 所以说 现在我们只能再想办法和他见面 能不能留住他 跟他有没有背叛组织是两回事 对 一天不见存单 他就一天洗脱不了罪名 行了 这件事情 我会抓紧找机会和他见面 和他当面对峙 但是 我们现在眼前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在宪兵队的牢房里 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高小姐 和你一起来上海的陆北同志 并没有牺牲 他只是被日本人抓捕 并且弯押 他告诉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是他在被审讯的时候 左左目不经意间透露的 你们南桥总会 上海峰会的内鬼 就在与后裔一起来上海的五个人之中 而这五个人 现在除了后裔 已经牺牲了三个 也就是说 这个内鬼 也很有可能 是秦关老先生所说的 与幽灵 当年我们刚到上海不久 就与贵党的地下组织相约 炸毁了日寇海军军火库 我想 这一大功 如果给了海冬 那他做南桥总会上海分会的老大 就名成言顺了 于是 就让他和老四老五同去 可惜 任务虽然完成了 四妹 去葬身火海 金凤牺牲了 没能救出四妹 对海冬的打击太大 我听说后来她一度磨蹭了 一直不肯相信金凤已经牺牲了 有一阵 还总说看见金凤的幽灵 女幽灵 你的意思是 金凤可能没死 成了出卖组织的内奸 你没来之前 我去了一次图书馆 查阅了一下当年的报纸 那些车子 就给 reflected 还有一格 我的面子 还不会 MRI 律师兄 这是最 arrest的 可你还颇有渊源 可为什么渊源 这家医院呢 叫存人 你说和你有没有渊源的 队长 你不会希望我找李绍飞 去调查女幽灵的事吧 我可不去 我认为为了抓到内鬼 另有一下情感也未尝不可 我本仙家宜门徒 魂套无略时间悟 连酒连魂金所珍 生死当年八珍徒 生死当年八珍徒 少爷 有时起走 无时退潮 你可守所为何来 外边有个人找你 来这何人是男是女 女的 年方即合 容毛怎样 来找少爷的女人 必须都是年轻漂亮的 那必须 男的家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用客气 我也是受了李少爷的委托 我才过来帮忙的 谢谢 怎么样 因为那个人确实是陆维 不过 她好像没有拍别 如果眼泪能说明她是被迫的话 那么照片上的笑容 要怎么解释呢 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陆维的状态非常奇怪 她的脸上只有笑容 其他什么都没有 只能通过眨眼来警告我们 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想起来 我爸曾经说过 国外研发了一种 控制人面目神经的麻醉药物 如果陆维是被注射了 这种药物的话 这就说得通了 我就说她肯定不是叛徒吧 我们一定要救她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麻烦 这同时证明了 那就是日本人故意设下的陷阱 现在红线任务的提款令牌被造假 内鬼金凤 刚刚有了点线索 在这个时候因为救路为恒生肢解 你什么意思 到底救还是不救 如果你们新四军不救的话 那我就自己去救 我是不可能看着我的同胞受苦 而无动于衷的 姐姐姐 你先不要着急 王老师绝对不会放弃 任何一个同胞的 来 来 姐 你先坐 葛小姐 刚才烧飞的话你也听见了 你先别着急 这人必须得救 但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分一个轻重缓急 完成既定任务 那是高于一切的 对不对 我是这么想的 高小姐 既然日本人现在以陆伟同志 被诱饵射下圈套 那至少证明 陆伟他目前战时是安全的 所以呢 我想先把行动 暂缓 行了 时间不早了 你们先早点休息 我呢 先向组织征求一下意见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走着休息 吴老板 那我告辞了 终日亲善 理所当然 少主阁下 您放心 尊夫人生日那天 上海滩就是你们家乡 北海道 和平歌舞厅 就是你们家的餐厅 不不不 客厅 客厅 记住 那天一定要让小孟贤小姐亲自出场 因为我夫人最关心这一点 您放心 孟贤小姐一定会出场 受刑的要求咱必须上班 要不还开什么场子呢 您说是吗 可惜 刘伯 您慢走 赛云南拉 大喜 啥事 三哥 你去吧 和树瑶小姐给我请回来 我何记着 要找到小孟昕 非他没入 来 我这就去 孟贤小姐 说我有点了 对 她说我梦托她找孟昕小姐 就是高母亲 去野田太太生日唱堂会 明天是野田太太生日 她亲自邀请我 因为你不想去 所以你没有说 对吗 不对 她是想自己去 昨天还冠冕堂皇 侃侃儿谈什么战友 什么同胞 今天还是决定不救陆薇 我只能自己去 不是不救 是要从长计议 你去生日会怎么救陆薇 高小姐的如意算盘是 先去生日会唱歌 然后呢 劫持野田太太作为人质 去换陆薇 我说得没错吧 高小姐 你想救陆薇同志的心情 我非常理解 但是你别忘了 保护你的安全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 你现在把自己置身于险境 那就是破坏了任务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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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里只有任务 我没你那么冷血 我战友的生命同样重要 我就是把你绑起了 也不会让你身次行动 明白了 高小姐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陆薇是诱饵 那么证明他现在的生命 暂时是安全的 我的话 你听明白了吗 我不想再听什么如果 我也不想再听什么从长计议 我就问你一句话 救还是不救 怎么救 既然明天是野田太太的生日会 那么我们就有文章可以做了 一夜田在上海的地位 他太太的生日会 一定会有很多日军的高级军官到场 到时候 孟贤小姐 也就是你 高小姐 如果能制造一点混乱 那么 一定会牵制 日军在医院那边的防守经历 这样一来 我们的胜算就大了 对 山东击西 队长说的是孙子兵外里面 并无常事水无常行 因其改变而变化者未知神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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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马屁了 赶紧把医院的情况介绍一下 李沙飞 到 把你画的医院平面图拿出来 是 给 医院只有这两个出口吗 还有一个防护通道 在这儿 比较隐蔽 一般人发现不了 那这个防护通道 可以作为第一逃生路线 另外 我们这次行动 不能伤及无辜 不能牵连医院 稍归李院长找麻烦 讲义气 少拍马屁 好好 我不拍了 不过容我多问一句 这个人值多少钱 值得我冒这么大风险 跟日本人开战 小飞 刚才你不也说了吗 做人要讲义气 是吧 那大丈夫呢 这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我们救的这个人 不是冲着钱 是一所当为 这事必须算我一份 你上次救了小凡 早就算你一份了 原来我的好 他也都跟你说呀 外了内热 这就是我喜欢小凡的原因 你是外了内热的 上次让你偷病历 到现在没有找到 还有脸在这儿蹭功劳 对了 我怎么忘了这场 干脆咱们这回一勺会 趁乱炸开自嚷库 偷走病历 刚才不是汉叔不给你爹找麻烦的吗 什么事情呢 都要有个轻重缓急 我们先把病历的事情放一放 先就任 可我觉得 还是一次搞定最好 你觉得 你有什么资格觉得 你 你别说小飞 你总是说 别说 走开 只要我们全力以赴 就会温馨无愧 中国人还没有动手啊 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只等他们上钩了 要等多久 一年 还是两年 二位少佐 现在陆维在你们的手里 难道你们就 真的没有办法 让他们孤注一掷 不得不动吗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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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货 高母亲那边 已经有所察觉了 我们在这里守住戴图 没有任何意义 只能逼他们出手 我们才有机会 长官一鸣 都准备好了吗 长官放心 都安排好了 记得 要演得真一点 别让他们看出什么破绽 嗨 希望他们会喜欢我 送你这个礼物 我们的诊断是准确的 那他按时服药 对 少辉 你在这干吗 我三天都没看见你了 你又上哪点事去了 没 我是去骑射学骑去了 骑射 是王尹山开的那个 庆祝汽车 真的假的 你学的好东西 一天到晚上外面 惹是生非的 爹 那里头躺了什么人 这几个病房被日本人包了 看守得很严 你别在这儿瞎晃了 免得热事 你关心这里干嘛 没什么 我真好奇嘛 日本军方已经办了手续了 经常就把人踢走 这小子 今天就转移到县明队 嗯 消息准确了 你看 这日本人是生怕咱们不知道啊 还来了个双保险 陷阱 日本人是想逼咱们出手 然后在医院周围设下陷阱 等着咱们往里跳 那怎么办 按照目前的形式看 就算是陷阱 咱们也别无选择 一旦陆伟被转移到先兵队 咱们想要营救 就更加难 野田太太的生日会是今天中午 那咱们就按照原计划 今天中午行动 是 可我担心 美之子不会轻易上当 一旦前去营救的人被捕 那后果不堪设想 你说得没错 日军就算调离开 也会留下一小拨人 一方万一 这次行动 的确有很高的风险 营救任务 由我和小帆来完成 老大 我也申请加油营救 不行 一旦被日本人发现 肯定会有武力冲突 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安全 我熟悉医院周边的环境 队长 就算上我一个吧 队长 让他去吧 你要不让他去 他估计会跟着过来 行吧 但是刷备到时候 一切都要听我社会 千万小心 知道知道 我去联系田太太 还有 你尽量要想办法 让每一只子 多停留在生日会上 拖延的时间越长 咱们营救成功的可能性 就越大 这是一面小心炸弹 起爆距离时 起爆时间三分钟 自己小心 经理啊 那个大客户 他们又改主意了 不想对纸币 想对黄金 您看方便吗 这客户 怎么跟三岁孩子似的 刚开始不要黄金 现在说改主意就改主意 哎呀 我说什么来着 这有钱人啊 就是硬货 现在这纸币已经成废纸了 你说这日本人下印 国府也跟着下印 警力啊 莫谈国事 莫谈国事 人家这钱 在咱们分行转这么一圈 您下个月的业绩 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所以咱是不是好歹 得给人行个方便 你想的这胆 行 对黄金可以 但你得容我多两点 好 好的 请别 还有一个事 我老常人 又走下架来了 又要请假 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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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快 这边 这里是出院接送病人的逼经之路 小凡的 他已经先上去侦察情况了 上去看看 到我这儿来当服务生 你是不是疯了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凭什么帮你 我把车房送给你 换这差事行不行 这买卖听起来不错 可我觉得不对 便宜太大了 我可不敢占 我老大说你有一股子狠劲 我咋就没看出来呢 我就不帮你 你能把我怎样 吴老板 你觉得 郁王对我的感情怎么样 应该算用情比较深吧 哎呦 这个大小姐 眼光可真不咋地 怎么就喜欢你这种小白脸呢 以貌取人什么的 最差劲了 哎 你问我这话什么意思啊 既然我们感情深 你能保证 以后我们不复合吗 嗯 你能保证 你老大对你 比对他亲姑娘还信任 嗯 你小子在威胁我 嗯 不是威胁 我是在谈合作 哎呀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又不常干 就进去这一次 我有点急事 我进你的地盘 不跟你之后一声 是不是显得我不厚的吧 再说了 你老大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让你向日本人 告发我吧 说明啥 说明你老大根本 就没想把事做绝吗 好吧 我把你弄进去 你小子可别给我惹麻烦 当然 绝对不会 这事一定是个大麻烦 可这小子说的有道理 他是亲姑爷 我能怎么办呢 打击个小 打击个小 打击个小子 打击个小子 中国人不会来啊 他们胆小怕死 怎么能拿我们 大日本帝国武士精神 去推测他们呢 狡猾的中国人 他们应该就在附近 只是看到我们手臂严密 没有机会 不敢动手而已 队长 这什么发现 病房的手臂很松弛 不过周围的不过很严 各个出入口 都是军特务 你的判断没错 这的确是个陷阱 所以说 我们不能在医院动手 只能等到陵军交接 放松警惕的时候 在他们身后 司机动手 小飞 你一会儿去后门 找个隐蔽的地方 把车停好 随时准备接引 明白 又见面了 你跟那女特务照顾面 不方便动手 您报时间三分钟 距离十年 就因长官丰富 如果他们想要机会 我们就给他们创造机会 准备转移 快 快 快 赶快把人叫过线兵队 我们就快休息了 日线交接了 出发 去查一下那个人 你 干什么呢 好 换酒杯 快走快走 是 快 队长 现在动手 先到和平哥股厅的信号 可是您过的予定时间了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再等五分钟 步行就动手 炸弹抓上来 但是没机会启动 我知道你们想什么 一个南洋俘虏 进出医院 竟然都有报纸头版的待遇 傻子也看得出来 这是日本人拿他当右耳 吊你们 对你们来说 最好的下手时机就是今晚 因为日本人一定会分兵 保护生日宴现场 本来我想看看你们这群傻瓜 到底会不会钻这个前途冒险 到这儿来一看 既然是高大小姐来了 那就一定会动手了 你们是打算 在这边闹出点动静 为那边打掩护对吧 这个笨蛋 跑下来干嘛 这位先生 在这干什么呢 随时准备动手 没什么 在这儿等人呢 先生 有火吗 这个 还真有 来来来 我给你点一下 来来来 什么情况 我刚没有剑子 以前应该没有使用过枪 不是那伙人 难道这帮中国人 真的不打算救人了 你们 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别动 我没猜错的话 风山宾馆的事情是他告诉你的 没错 可是日本人在那儿设了埋伏 他是一手托两家 想帮日本人把咱们一网打击 他胸口喷人 你知道他和日本人的关系吗 在他化妆间的墙上 挂着和日本军官的合影 以何小姐的工作关系 他跟日本人合影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能以此推断 说到他的房间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那天偷走的是真的领牌 怎么到了河山宾馆 变成假存在了 这个以后解释 为了任务的安全 这个不能撩 何小姐是南洋组会的人 你不能上海吧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那个野田太太她想听小梦仙 也就是听你唱歌 默默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你 就让我顶替你嘛 初遥你好好地上台唱歌 我们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各位请静一下 今天我们和平歌舞厅 非常荣幸能为 宪兵队野田队长的太太 举办生日宴会 我吴某人也非常高兴 诸位的到来 在宴会即将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有请大家翘首期盼的 上海滩新晋歌星 小梦仙小姐 为大家献上一曲日本民歌 故乡 希望诸位能够喜欢 也祝愿野田太太生日快乐 越来越美 这首歌曲还是我 叫梦仙小姐唱的呢 那你这个老师 应该跟他同台现唱才是 不行不行 我这个嗓音 登不了台子了 他的嗓音虽好 但是唱不出我们对故乡的思念 对 别别我 稍然 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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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五 二十七 二十七 五十七 十七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真不明白 陈会长为什么会判以来 执行红线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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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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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棋 简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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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贤小姐无论如何 只能算是一介歌女 替我的太太生日献歌 居然戴着面具 这样做太过失礼吧 是是是 你一再跟我说 孟贤小姐美若天仙 那么今天 我一定要看看她 是怎么样一个美若天仙 简明俊 马上着办 马上 摘吧 不摘看了是过不了这一关了 摘了之后 我再想办法怨恨 都怪这个死性的日本娘们 摘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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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放心啊 摘棉具 是不是放心啊 摘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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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给天 躺在地上 我们要梦先 让梦先上台 让梦先上台 快 是他 他才是小梦先 梦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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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天君 一会儿要是有什么事情 带着搭走阁家 跟太太先离开 这里交给我 盛提搭 带着他 抓住他 追 我都不肯上 你刚才说恒山民感的内围 你们有什么线索啊 我们怀疑 是你们南洋五湖里的金凤了 什么 金凤是那个人 你干什么 拿来的下去 群人医院 完了 站住 你们先去群人医院 我一会儿来找你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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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离开 一定要查出 你是什么人干的 快 快点 快点 毕业 毕业 平蛋 来 rés 岳 你呢 三副军 好像是和平 跟我提方向发生爆炸 冲击了 他们可能要对长官下手 你们两个留下 其他人跟我赶快去支援 是 准备战斗 到时候 就这儿 开车 开车 队长 发动不了 西长 我没油了 什么 没油了